小姐 小姐 有人出来了 顾公子 小的去给您备跑车 小姐 好像是他 快去啊 是 请问是顾公子吗 你谁啊 我家主人有势头顾公子说 那你们家主人又是这样 这丫鬟 我在叶府见过好几次 叶府 顾公子是不是刚买了一件 纯白的白胡秋 没错 那 那是我家主人的东西 放在成衣铺子里 乌卖了出去 你家主人呢 是 本来没打算卖的 所以 那你家主人呢 就在那儿 不远 这么大的雪 这么冷的天 他怎么不进去找我 我家主人 不方便来这种地方 不方便来这种地方 整个杨州长旧台夜山 不方便来这种地方 我跟你说啊 我爹没少拿他教训 不教会读过书 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看鸭子打扮成男子的样子 怎么 女子见不得人啊 郭公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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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完没完了 有完没完了 怎么着 看小爷眼会脏了你 叶大公子的眼睛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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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